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谈谈有关量子力学的知识 很多人听到量子力学这个词时会感到非常陌生 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其实量子力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物理学分支 它的应用非常广泛 包括电子产品,医学诊断和治疗,材料科学等等 在本文中,我将以教学的方式 通过生动有趣的描述和例子 来向大家讲解量子力学的基础知识 第一部分,量子力学的基本概念 量子力学是描述微观世界中物体运动和相互作用的物理学理论 它与经典力学的主要区别在于 经典力学是以牛顿力学为基础 描述物体运动的运动学和力学定律 而量子力学则是基于波动力学和概率论 描述物体在极小尺度下的运动和相互作用 粒子和玻璃二想性 量子力学最基本的概念之一是玻璃二想性 这是指,在微观尺度下 物体既可以表现出粒子的性质 又可以表现出波的性质 例如,电子在实验中可以表现出粒子的性质 如它们在荧光屏上形成的点状图案 同时,它们也可以表现出波的性质 如在干涉实验中产生的干涉条纹 不确定性原理 量子力学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不确定性原理 这是指,在测量微观粒子的位置和运动量时 我们无法同时准确地知道它们的位置和运动量 这是因为测量过程本身会对粒子产生干扰 从而改变它的状态 换句话说 量子力学认为微观世界是有限度的可知性 粒子的波动函数和概率解释 在量子力学中 我们通常用波动函数来描述微观粒子的行为 波动函数是一个数学方程式 描述了微观粒子的波动性质 波动函数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只是微观粒子 在不同位置出现的几率分布 这也意味着 量子力学中的粒子位置不再是确定的 而是有一定的概率分布 例如 在测量一个电子的位置时 我们不能说它确切地位于某个点 而是可以得到它在不同位置出现的概率 第二部分 量子力学的应用 量子力学的应用非常广泛 涉及到许多领域 下面 我们将举几个例子来说明量子力学的应用 量子计算 量子计算是指使用量子位元 而非传统二级位位元进行计算 在量子计算中 量子位元可以处于多种状态之间 从而能够同时处理多个信息 这使得量子计算在某些特定情况下 能够比传统计算更快地处理某些问题 如大型质数的分解和密码破解等 量子通信 量子通信利用量子力学中的量子约定 来实现高度安全的通信 量子约定是指利用量子态的特殊性质来传递信息 因为测量量子态本身会影响到它的状态 所以任何未经授权的监听都会被检测出来 量子传感 量子传感是利用量子态的特殊性质来检测微弱信号或长 例如在量子传感中 可以使用量子态来检测极小的磁场 中力场或温度差异等 第三部分 结论 总的来说 量子力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物理学分支 其应用广泛 包括量子计算 量子通信和量子传感等 量子力学的基本概念包括不力二向性 不确定性原理和粒子的波动函数和概率解释等 这些概念都挑战了传统物理学的观念 显示了微观世界的奇特和复杂性 要理解量子力学 需要有一定的数学和物理知识基础 如果你对此感兴趣 可以阅读量子力学的相关书籍 或参加相关的物理学研究项目 掌握量子力学知识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然界的本质和未来科技的发展方向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量子力学已经成为了现代物理学的重要分支之一 并且对现代技术 通讯 计算和安全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量子力学不仅是理论物理学中的重要分支 还是实验物理学和工程学的核心领域之一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对量子力学理论的更深入了解 我们相信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创新和应用出现 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帮助你更好地理解量子力学的基本概念和应用 并且激发你对这一领域的学习和探索的兴趣 谢谢您的支持 请点赞 订阅和分享 让更多人听到我们的讯息 也欢迎打开欢乐铃随时关注我们